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我 少我 放正声 也宁人 正声宁 宁人大 你要回问 怎么样为邦 为邦就是治理国家了 怎么治理国家 他就是说 行下之时 实行下朝的calendar 日历 下朝的立法 你看看 乘阴之路 这个路就是马车 大车 坐车的时候要按照阴朝的规矩 那种规格做这个事情 扶舟之冕 冕是啥 帽子 这个帽子显然是指的祭祀时候戴着那个帽子 我们祭祀的话就要按照周朝的规矩 周灵来祭祀 听音乐 如果演奏音乐的话要演奏什么呢 韶乐 韶乐我们讲过 我们也听过 这是舜 大舜所做的一个曲子 还有舞 这个舞呢 很多人认为说可能不是舞蹈的舞 应该是通这个舞的 这个舞是周五王所做的曲子 如果是奏乐的话就做这样的乐 放正声 这个放是指的放逐 排除 驱赶 不要听郑国的那些秘密之音 实际上当时郑国那种音乐呢 就是民间小调 就是通俗歌曲 孔子军 对 我们那时候说邓丽丁 那个是迷彼之音一样 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又通俗运动的这种曲子 比起韶乐跟舞乐来讲 可能他确实算不上阳春白雪 夏里巴仁 孔子说这个正声的淫荡 正声淫都是男欢女爱的事情 不要听这个 远宁人 宁人就是能说会道的这些人 这些有嘴滑舌的 要远离他们 这些人 带危险 危在 也就是带着危险 这些能说会道的 有嘴滑舌的人 是很危险的 要听了他们的话 你让他们绕进去吧 那这个事情就当成了 整个外面是这样 要用夏朝的立法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立法 实际上夏朝 周朝 殷朝 各自的立法都不同 区别在哪呢 夏朝的那个正月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正月 而殷朝呢 那个正月是十二月 提前一个月 而周朝呢 十一月 更更更更更 又又提前一个月 是这样 就是那个 那个第一天到底从哪一块算起 是这样 不同 到周朝的时候 各个诸侯国实行的也都不一样 有些是按照周王朝规定的这个来实行的 有些诸侯国就是还按照夏朝的那个制度 来实行的 这样 所以 所以孔子说 如果我来治这个一个国家的好 我会有夏朝的立法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农历 中国不是有Chinese calendar 对吧 有这个 对 这个Chinese calendar 在中文里面就叫做夏立 这个夏就是这个夏 夏朝的时候就开始了 大年初一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一天 夏朝就是才有这 那么夏朝这个行夏日之时 孔子怎么知道夏朝按什么来做的呢 孔子专门研究过 我们看一看 李运这篇篇里边记载这么一句话 说孔子曰 我欲观夏道 事故至起 而不足争引 吴德夏时也 吴德夏时也 啥意思 我呢 想研究一下夏朝的治国之道 所以我就到了起 起是夏灭亡以后 那个夏王国的这些移民 这些人 把他们又封到了一个国家 叫启国 我们讲过这个启能忧天的故事 其实就是这个 孔子专门到启国去问一问 说夏朝 你们当时老祖宗留下的那些点籍文章 还有没有 他就去 到那去考察去了 去了之后 不读征也不去 其实没找到什么 可是他找到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 夏时 就是夏朝的立法 他找到了 夏朝的立法叫什么呢 叫夏小正 这个夏小正呢 是《大战乙记》中的第47篇 那这个文字在孔子那会儿一定是都还完整 在汉朝的时候 这个戴德就把这一篇 纳入他这个《大战乙记》里面 不过后来《大战乙记》也损失了一些 包括这个夏小正 其实他的全文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呢 都是后人在当时研究《大战乙记》《夏小正》这篇的时候 记下来的那些字 把它就团起来 我们能够大概知道这夏小正的意思 大概找到了四百多字 应该是出自夏小正 那这本书 其实就是记载着哪一月份天象是怎么样 那个星星是怎么样 星星运行到什么程度 然后就到了那一月份了 星星到什么程度到了那一月份 然后这个误后是什么 兽们 鸟们 蟲 鱼虫 它们有什么活动 到了这个月份它们会有什么活动 这些植物会发育到什么程度 这样 记得这个 我们选其中看一看 箱子里面是这个蒸月 是吧 起折 什么叫起折啊 折就是那个昆虫啊 本来是冬年的 在那洞里面睡觉 到了这个月份呢 它就会醒来 也叫起折 燕 北 香 啥意思 大燕 就会从南往北飞 香就是在那做窝的意思 就从南往北开始飞 田鼠出 大洞的那种 小老鼠就要 忘出头了 这一个月份 看天下是什么呀 初昏 身中 初昏 天天刚 这个天刚黑的时候 是天上是什么样的呢 身 这个星座 是在天的正中间的 正中央的 身是哪一个星座呢 我们用现在通用的 那个名称的话 就是烈狐座 烈狐座是在天的正中间 这时候是天刚黑的时候 这一月就是 正月 还有 斗饼悬在下 斗饼 北斗七星 不是一个勺子吗 那个勺子 那个饼 正好是朝下来 这是一月份的 那个样子 那十月 初昏 南门县 初昏的时候 这个南门就是 现在所说的 这个圆龟座和 半人马座的一部分 南门 因为是个门马 但是两个星组成 这两个星座 在两个星座里 这个星座 初昏的时候可以看到 十有养夜 什么叫养夜 养夜就是长夜 最长的一夜 一天里面最长的一夜 就在这一月 是什么时候最长 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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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那一天 会在这一月出现 这就有问题了 冬至 我们现在说的 冬至是哪一天 十二月份的 二十二 或者二十三 是圣诞节前的一两天 是吧 这样子 所以 很多人 记此推断 说 夏小正 实际上不是十二个月 是十个月 我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 你看 冬至如果在十月份的话 那显然不是我们现在 这种 还你启德 征月不对 对 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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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可能是按照十个月 十个月的太阳力了算 所以 关系下想症 现在是专门有一个学科 就是 就是 研究 研究 下想症的一个学科 就是 很多人的研究 不管是中国人研究 日本人也出了很多处研究 很多人觉得 这个确实是按照 太阳的 运转归零来制定的十个月的 看这个 织女 正本乡 织女 就是织女星 织女星 我们知道有牛郎星 织女星 织女星 是在正北的方向 正本乡 做得大 织女星在正北的时候 天亮 十月份的时间 这就是下想症大致的 你们如果读下症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 什么星座 在什么时候出现 就是几月份 如果小朋友对天文学感兴趣的话 这个书就可以在此研究了 我们现在读到这就可以了 对不起的是两天一天空死 就能判比这是好东西 对 对 那个时候 一五一书都是做特殊的字 对 对 对 他要从好多治疗里面 能够判比这是好的 这是优秀的 这是很不简单的 对 对 而且它的血赋很大 对 现在能赚一个小块 都很浩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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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轮银呢 其实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科学知识啊 这个其实就是跟现在的科学一关 好 还有很多好的题诗 还这个 你看这个 看明读吧 人如果没有远虑 远虑就是要想长远的事情 不管是想我眼前的事情 那么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远虑的话 深谋远虑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遇到守不无拓的时候 这就是近忧 对不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句话其实现在变成了一个俗语一样 大家经常听到这句话 但实际上是空子讲的 对 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很有现实意义 比如说50%的降大 一个月不开工资它就有问题 马上有问题 对 不过是一个月不开工资 一星期不开工资就有问题了 我们到了之后 我看到街边上有那个叫做 Money Market 什么 Money Market 我说这是干嘛的 这不是银行是什么 我就去问我那个朋友 我说这是干嘛的 他说那个 那是你发了工资 不是给你张支票吗 你把那个支票给他 比如支票一百块钱 他给你九十九块钱 或者九十五块钱 他给你献钱出来 我说那为什么 我怕他从到银行里去 是吧 意思 他说从到银行里边 银行要压你这个支票 大概压个两三天 才给你 你才可以取钱 这样子 我说这两三天等不起啊 他说就是等不起啊 他拿着一个支票 说当时等着去换钱去 老婆孩子在外面等着 干嘛 去shopping去 他拿这个钱去喝酒去 就是等着配给他 就是加五个月亮 就是这样 他说很多人这样 他说这个我太不合思议了 他说说明你日子过得还不错 他有他的理 他说这个life is too sharp 他说说不定我这钱 我没花水我就死了 他说他这样来说 真的 他说我得吃这么好看 要不然说不定 待会儿我会死 我就会让人吃光了 他说这个 你说他这样的想法 我们觉得就是说不了 但是他觉得很很对 他这个 不过东方呢 也有普遍的习惯 日本的韩国的东方 好吗 谢谢 说谢谢 洪老师 是不是 他们有这个原因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扎根于民族的那个心理之间 已经扎根了两千年了 对 跟洋人想起来都不一样 洋人没读过轮椅 跟他们讲一讲这个 人物要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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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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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当问宗其妾,谓则于诗,柳下慧之贤,而不于立也 《论语》里提到张文仲有两次 第一次就是张文仲居菜 居菜就是他养了一只大乌龟那次 这次就是说他妾谓者 是盗窃那个谓子 说的是啥事呢? 说张文仲知道有下慧很贤能 可是就是不提拔他 不给他让位 自己在那儿站着包困不拉屎 说的什么事呢? 我们具体说的哪件事也不知道 反正有下慧确实是很能干 张文仲比孔子要大概早一百来年的样子 都是鲁国人 在张文仲做执政大夫的时候呢 有一次需要跟齐国打交道 齐国要派兵攻党鲁国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派人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谈判 让他不打 张文仲感觉自己的口才不行 他就派了刘家慧去谈判去 结果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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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可能也做了一些让步 最后他真修兵了 齐国就没有更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外交成功 按理说 张文仲就应该提板经下会 做更高的活 结果没有 把他的位子给挤了 结果就去他雇佣 有人说孔子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 知其显而不以利 不以利就是不以位 不给他位 那么柳夏慧 孔子在论语里边多次提到柳夏慧 而孟子更把柳夏慧成为四圣之一 孟子讲话有四个人可以成为圣人的 其中一个就是伯夷 伯夷书旗的伯夷 第二个就是夷隐 就是商韬的宰相 第三个就是柳夏慧 第四个就是孔子 孟子认为这四个人可以成为圣人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柳夏慧 这是在万章这一篇里面 他讲的柳夏慧不修乌军 啥叫乌军呢 就是有污点的君王 就是这个不太显景的君王 叫乌军 不修乌军 就是这个君王呢 不是太好 他也不会说 我就修 有人理解说 就是不会羞辱他 羞辱他不他 对 我不会恥于做他的部下 应该是这样 这个乌军呢 你不要让我做官 我也可以做 这样 是这个意思 不辞小官 没觉得这个官太小 我不做 就像那个张文仲 不给他大官做 其实他也没什么怨言 既不隐贤 必以其道 他如果做官的话 一定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才能 一定是用道来推行他的正事 就是他必以其道 一意而不怨 一意被遗弃 被遗弃不用 也不怨恨 恶穷而不敏 恶穷就是很贫穷 困恶贫穷 这时候 不敏的敏 本来是怜悯的意思 在这里边是说 也不自卑 自己在这埋怨 这样 以乡人处 由悠然不忍去 乡人 乡下人 都是农民了 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也是悠然自得 也处得非常好 不忍去 大家都不忍心离去 他怎么说呢 儿为儿 我为我 虽坦西裸城 于我侧 而焉能美我哉 下一次 你是你 我是我 虽然你是坦西裸城 就是坦兴漏背 农民 你知道天一热 就衣服光着膀子 可能就穿一个小裤衩 这叫坦西裸城 农民 你虽然是坦兴漏背 坐在我的旁边 你我坐 而焉能美我的美 也是玷污的意思 污染的意思 我们俩在这聊天 你虽然是这样 坦兴漏背的 以我有何干呢 我不会觉得 我和这样的人在谈话 我就觉得自己受了污染了 没有 你是你我中 所以 故文旧下位之风者 彼夫宽 伯夫蹲 啥意思 凡是听说过 刘夏会的这种风度的人 彼夫就是心胸狭窄的人 叫彼夫 我们孔子也解释过 有彼夫问一过 那是乡下人 他知道 乡下人 就是心胸狭窄的人 他们眼睛就宽了 心胸就放宽了 伯夫 就是刻骨的人 对人要求很严格 那叫伯夫 他们留面的敦厚 他们就会很很很 也是宽容的意思 所以孟子呢 他四个人都夸了 都夸了 这是夸李嘉会的这一种 那孟子就总结 说 伯依圣之亲者也 伯依是很清高的人 所以他之所以成为圣 是因为他很清高 这个义也圣之任何也 义也为什么说他是圣人呢 是因为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义也是说 这个上天呢 就是有这个先知先觉的人 有这个后知后觉的人 那我呢就是先知先觉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要去教法他们 这是这个义也呢 把自己相当于 那个曾子说那个 弗度能不弘异 任重道理的 相当于 所以他是圣之仍 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所以他是圣 柳夏慧呢 是圣之恶之贼的 随和 刚才看到 他跟乡下人 在一起聊天 也聊得很随和 然后孔子呢 圣之实者也 为什么说孔子圣之实呢 是孔子是很实实物的 实实物者为俊杰嘛 孔子是这个 然后孔子呢是为极大成者 然后极大成什么意思 金生玉镇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所以 这个实有天是地理的 正好需要一个马胜达植 他们说中国二十一世纪 世界二十一世纪要求大的哲学家 更大的经济学家 因为这个社会有这个需要 过去的里面有很多 对 三百年以前知道 三百年的里面 从哲学、科学都有 宗教都有问题才有问题 根本的问题 不是小问题 没错 这个实施造英雄 现在正是需要 那孔子那会儿呢 也就是正是需要一个 也这样子 这是我们讲到李夏慧的时候 看一下李夏慧这个历史评价 还是蛮高的 对 好 我们继续讲 这个都是很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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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实施来 厚道 不是说对自己很厚 对自己要严格 对别人 责于人要高 要求别人的时候不要这么严格 是这意思 这样的话就能够远离怨恨 这个冯泽宜贯主张了 责己言 责人宽 对 好 责 手吧 有点差在里解 这都很浅田的道理 可下一句不是太好理解 我是觉得 ebeno りa 梶 箴ًa 子 愿 不愿 无字 如是和 如是和 jot 我 如莫如之河也引矣 如之河就是怎么办 孔子说 如果一个人不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就拿他 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对他怎么办 啥意思 很多人觉得说 这句话是说孔子建议 孔子主张 办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过过脑子 都要先想好了怎么办 再去办 所以如果你不过脑子 莽撞 行事 我就对你失去信心了 我也就对你不知道怎么办了 可能是这么解释 是能解释通 不过我感觉不是太好 好像是我们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 好像更 通常都是这么假 凡事都问一个怎么办 好像是说这事好像没太主张似的 没有什么主张似的 不知道 我是觉得这句话不是太好 说什么呢 默就是父的意思 我默不知何也意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对这种人该怎么办 就是这样 做事情没有计划来的 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是这一句 好 看下来 《语言》《寻集中日》《言不集意》《好性小会》》 《寻集中日》《言不集意》《好性小会》 说的什么人 小人扎堆 就是这样的 整天 聚在一块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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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说的那些话 都是不着面的 言不集意 都不是讨论道义的事 这种人 好吃小会 好耍小聪明 这种人 哎呀 这种人太难了 拿他们没办法 老习统瞎会 其会也是在此 对 对 是 是 是 我们看这个 孔子这会儿 也是各个人等都有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些都有 好 小人扎堆 来 我看下一句 好 这句 今天 君子意以为智 你以行之 信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好 怎么作为君子 你说意以为智 用道义 作为自己的品质 这叫意以为智 离以行之 离以行之 用离 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这叫离以行之 信以行之 信以行之 信 就是谦逊 出就是讲话 说 说出话来 要很谦逊 这叫信以行之 信以行之 信以行之 这样的话 就是君子 很浅显 你们不一定都能够记得下来 是不是 这几句话都很简介 很简介 很简介 信以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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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解释 公子反处讲过 君子呢 你要担心的话 你担心自己无能 你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你 担心自己无能 你先把自己本事修炼好 这样 这一天也都是这种 刚才说的 君子疾默事而名不成年 君子疾跟刚才说病是一样的 疾也是憎恨的意思 君子讨厌什么的 默事而名不成年 默事 去世 去世以后 这个名没有留下来 这是君子很讨厌的事情 君子希望什么 人走以后 我的名留下来 要流芳百世 这是君子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是要立功立言 立德 立言就是要满足你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有多少钱 有多少什么 有啥用啊 对不对 那是没有用的 或者有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 你能叫出几个人了 对不对 没有用 来 留下名 那这一句话很重要 谁来读 子曰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己 求诸己就是求自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凡事要自己 立足以自己解决 立足以叫做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己 小人什么事都是指望着别人帮我 这么看 这么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君子 一定是不能求别人的 不是这样的 你要立足以自己解决 能够解决的 你要自己解决 小人才是什么事 在做之前 在做之前 我都指望着别人帮我做 这就是求诸己和求诸人 拿这一点作为君子的小人 这个很有教育意义的 好 底下这个 只曰君子坚而不争 好 坚而不争 坚而不打 坚持 坚持的意思 就是谨慎 坚持 君子做什么事情很谨慎 而不起争取 并且呢 群而不打 前面不是讲过 君子不打 君子一打乌 这是陈思败 他不是陈思败 谁 对 陈思败那个南北公子 那个时候 君子不打 君子一打乌 这是 群而不打 君子是很和群的 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能很和平的相处 但是并不是要结成一个小团体 或者结成一个党派 结党营私 这就是跟陈先生刚刚说的那一样 陈先生哪一个教派什么 我都不参加 为什么呢 我一参加呢 就党了 那就是个党了 每一个教派我都可以 活动我都可以参加 听一听 群而不打 为什么君子要全部党呢 因为只要参加一个党派 你一定是牺牲掉一些你自己的原则 你才能不懂 因为你参加党派 人家党派规定的那些东西 无论合理不合理 都得遵守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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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北大的教授 李玲 他是无党派的 别人那时候劝他用党 不是 他说我是群而不党 是吧 你们这参加什么党派 你们这不是 你们不是孔子说的 我是群而不党派 就是 在国与国之间 就是叫做不结盟运动 对不对 不是有一个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 对 不结盟的嘛 也博寿了三世纪给无党派 现在 给他一个平台 报纸啊 电台啊 联邦国会好像有无党派的吧 还没有 但是市一级的这个议会里边 基本上没有党派的吧 都是 没有啊 程先生不是你接近了吗 五年前我参加了徐默元 我说过 我说过 这是三月的关系 好 下一句 谁曰君子不以言与人 不以人废与人 说的好吧 姐子不要以言与人 看谁能说会道 他说的好 就把他提拔起来 不要这样 而要看他自己做的怎么样 不信任人都说了 对 这叫不以言与人 还要什么 不以人废严 不要说呢 这句话 或者这个政策 是这个人定的 可是这个人被打倒了 所有的他说的话都是错的 对 对 对 这个 这个 以人废严 这个事情 我们 太听过了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 刚发的新课本 毛主席万岁 什么是 无限热爱毛主席 什么 诶 没过几天 上课的时候 大家把课本打开 发到第几页 第几页 把那个无限热爱毛主席 改成无比热爱毛主席 诶 为什么改成无比热爱 因为无限热 无限热爱 无限热爱毛主席 这是林彪说的 林彪现在被打倒了 林彪一被打倒 他说过所有的话 都不能再出现了 我说这无限热爱 跟无比热爱有什么区别吗 那不行 你得改 那个是反动标语了 现在谁要再说 无限热爱毛主席 反动标语 我没抓 照片上也摸摸 对 这就是典型的乙人肺炎 人被打倒了 所有的说的话 或者错的 这个太奇怪了 我觉得对我们很有意义 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不要有偏心 不要因为不喜欢 把他的事情都看到 不对眼 就是有偏心 是 好 这个我们在多角底 这一章也很长 所以不过都是这个 我很短的 看这个 看这个 子公未约 有一年而可 以终身行斥者乎 子约 其树乎 其所不欲 无失于人 好 这个一所不欲物 这一人出现过好多次 这是讲的最清晰的一次 我们前面讲过的 子公说 有没有那么一句话 或者一个字 我一辈子按照它行 都可以的 老师讲这个学问 讲得太多了 记不住 总结一下 能不能就总结出一个字来 我这一辈子 就全部解决了 孔子想了想 说 其树 大概就是这个树字 如果你把我这个学问 干过一个字的话 就是树 孔子接着解释说 什么叫树呢 其所不欲物谁人 这就叫树 那树呢 我专门解释过一次 为什么 这是孔子的学说里边的一个精髓 就是因为 这个树本身就是如心 对吧 这个字的结构就是如心 结构是如心 它的含义也是这样的 就是将心比心 对不对 这个推人 推己及人 对吧 设身处地 是不是 设身处地 去想一想 还有怎么说 话未思考 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件事情 一句话 该不该这么做 该不该这么说 你要想一想 你要站在对方的时候 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的话就可以 这就是树的本意 当然 一所无意无事意义 是树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我不想做的那些事情 我也会做的那些 树 我是非常同意 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人 这一辈子的一个座有名的 我非常同意这个 最伟大的意思 对 对 不光是一个人 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政府 你在推行你的政策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你这政策出来 你就是那个普通老百姓 你会这样吗 你会接受这个吗 一样的道理 对吧 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 这个字是非常为大 这个字是非常为大 这个数呢 不仅仅是宽数的意思 他现在说的那个原谅 比那个意思要广度 对 有没有广度 你的世界观 跟你的人生观 最后都会知道你的心 对 对 知子能心 对 看底下的意思 此 子曰 不知余国也 谁悔谁欲 如有所欲者 其有所顺弥 思余年 三代之所以 直到而行 孔子说 我对于人来讲 我悔过谁 遇过谁 什么叫悔 什么叫欲 悔就是诋毁 对 批评 遇就是暂律 表扬 对 我对别人 我批评过谁 表扬过谁呢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没有说他批评过谁 表扬过谁 底下又说了一句 如有所欲者 其有所适应 这个适应实际上是试验的意思 就是考察 得有根据 我如果表扬过谁 我不是凭空表扬的 我都是有证据的 有根据的 所以才其有所适应 这个我们应该读论语 我们就能够知道 孔子是不轻易表扬谁的 对吧 尤其是 越跟他熟悉的人 他越不表扬 他那些学生 你看他表扬谁 问他是不是人 说他能干 可是是不是人 我不知道 从来不轻易表扬人 但是他说 我如果表扬谁的话 一律是有根据的 其有所适应 这个我是觉得 我们刚才看这个 史仪 直在史仪 那是空子表扬他的 说他直 那史仪表 被空子表扬 但是论语里面没有记下来 这根据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得从别的史仪里面去找进去 那旁证 对吧 这就是 论语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把孔子那个话记下来 是原文不动记下来 他没有把这个背后的故事都记下来 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黑格尔说的那个 说这论语这什么玩意儿 全都是一些空话大话 全是这个 直在史仪 史仪很正直 这个有啥意义啊 这个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现在要研究论语 或者要学论语的话 我们就得去找 他为什么夸诗语 讲到论语这块呢 其实我买了一本翻译过来 翻成英文的论语 我是想看一看他们怎么翻译 对 然后 然后我那个邻居 老想听我讲论语 那天我就说 我有一本英文的论语 我说你先看看 你看你们看懂啊 我就把这路借给他了 因为我是猜想 他肯定跟我说 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倒是 这个人真好啊 那个人真坏啊 这个人 就是说 只有一个人名 什么什么的 而且他翻译的时候呢 那个人名他嫌烦 他就不说这个人名了 因为人名用英文翻过去 没啥意义 他就说 孔子评价一个人 是真好啊 或者 孔子评价他的一个学生 是怎么怎么回事啊 他不说谁 你知道吧 太乖了 我就太想 我说 他还我书的时候 他一定说 这书 太乖了 我说他肯定是说 这书太乖了 翻译架很多月 对 为啥呢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按照 一字一字这么翻 你尽管可以翻得很准确 但是你没有那个背后 那个背景知识 你根本读不懂 因为翻译架就混在里面 对 对 所以你看 翻译架以后 马上小一号的字 对 左页右页 对 马上就把背景要解释去 对 就像马娃圣一家 你斩了一段麻烦也会解释 对 对 所以你看 孔子说的 我只要披静谁 我表扬谁 我都是有所根据的 其实我就想的 我可能抽时间 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 就是 孔子里边 这个论语里边 所涉及到的那些人和事 你真的你要去研究一下 这个说的是什么 没有这个 我们中国人读论语 也是读不懂的 对不对 只把这个翻成白话文就懂了吗 不懂 在这个世界我 这是白话文实际也读 所以不过说完解释 对 是基础功夫 对 这个本来想 这个背景 这是一定要的 白话文实际也读论 底下这一句有一点 跟上面好像是搭不起来似的 有人觉得可能是另外一章 我们不管 撕民也 是说 这些人 这部分人 或者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在三代的时候就有 三代的时候 就是夏长洲的时候 人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直道而行 我们知道就是探照政治的道来行的 因为他们都是毁谁欲谁都有根据 所以三代可以直道而行 有人这么理解 当然也可以 我是就是这句话 算不太联系的 这是绝定型的最高的史 三代 所以它是占领的部分里边的 最精华最高减的 才接下来正确 我的理解 对 对 尖之三代才承净 它去 尤其是 实际 它是某一个地区的人 但是 在背后也不死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 很有意思 这个 轮影 你把它 我们在读轮影的时候 你换起来看 孔子这些思想 他 不管是说 他什么治国 安邦那些 这些思路 就是他评论一个人 你看看 都有借鉴的 这个道理在这里边 我们很可以借鉴 对 大家 下一次我们接着见